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看到满坑满谷的枫叶 如果从杂晃市区出发的话 可以定位 二是谷游局 这里大约是道道66号公路的中间点附近 继续往前开就开始上山 满山种植的都是枫树 附近可以看的景点有新雪谷大桥 新雪谷车站等等 附近还有五年前退役的新雪谷特快列车的黑色车头在这里陈列 开始上山了 真的是满坑满谷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山下的峰叶如果是绿色的 山上就满满红叶 山下如果峰叶红了 山上的大概就掉光了 接着来看看 号称新雪谷风景线最漂亮的沼泽 神仙沼 这里大约是新雪谷风景线的终点 属于日本国有保护地 这里可以定位神仙找游客中心从停车场开始 走路大约只要20分钟就可以到达 可惜现在入山的小路皆兵了 不过小林赏有空拍机飞过去拍一下 记得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也非常欢迎小额赞助友 亲avour的初谷 请看 Tac雪继续 eller计划